拖着挖机回家的路上 在巴青到玉树段 这一路上都是炮弹坑 而且这些炮弹坑都比较密集 过往的车子非常的不好通过 然后我们就决定把挖机开下来 把这些炮弹坑填好了之后再出发 我们在路上又看到几个大坑 填一下吧 可能没打算填的 我们看到这边上有渣子 就填一下 上个视频 我们把那个大坑填好了之后 这一路过来 遇到了很多这种炮弹坑 由于这个路边上没有渣子 我们又不敢乱挖 所以有些不是很大的炮弹坑 我们就没有回填 我们只回填这种比较大的 或者是通过性比较差 还有就是边上能挖到渣子的 慢一点慢一点 这也是回去的车子 看看青海的车 把哪个坑给填了 先填哪个坑 把哪个填的好果车他们 为了不影响交通 我们挖机又占了一个道 我们就先挖一些渣子 先把左边的这个坑 先给它填好 当有车子来了之后 他们就可以直接开走 就不影响他们的行程 稍微等一下 我们先把边上的这个填了 填了 过往车子好过一点 这种不是很大的炮弹坑 我们挖一点渣子 给它填一下 然后车子再来回的一压 就压实了 好好好 走 走 看看兄弟们 把这个坑填了 是不是 一下子就过去了 还是有作用的 我们随便挖的土 来把这个炮弹坑填一下 对好很多 好很多 这一段连续有45个炮弹坑 如果不填的话 车子就很难通过 我们一填了之后 这个车子基本上就不用踩刹车 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前面还有两个坑 我们把它填一下 反正下都下来了 这两个小的炮弹坑 其实对过往的车子 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挖机都已经下来了 离这里又不是很远 我们就挖了两栋土 把这两个坑给它填一填 兄弟们 这一段的几个炮弹坑 我们就回填完了 然后老铁们 你们看一下 这个大车通过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基本上一脚油门 就过去了 再不用踩刹车 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还有很多老铁质疑 我们挖机在这个路上走 会不会把这个路压换 其实我们这个挖机按照交电子的 不会把这个路压坏的 好了兄弟们 我们出发去下一个点 我们拖拖挖机还没有走两步 然后前面又遇到了几十个大坑 这几个坑和之前一样都比较密集 我们把车车停下来过来看看 从那个前面车子那个位置就开始有坑 这坑比较大 把多多填一下 看到没有很多炮弹坑这一节 如果说是龙蛙的话 到这个路上来非常的挖色 龙蛙的话就方便一点 我们这个车子确实有点不方便 由于我们是旅带挖机 上下板车很不方便 一路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炮弹坑 但是我们只填到那种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密集的坑 如果有哪个龙蛙兄弟想来西郑的话 可以来走一走这个路 再把这个路再来修一修 慢点慢点 好慢点 前面还有坑 我们在修路的时候 这一路上都有很多大哥 给我们打招呼 按喇叭 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们送水喝 这里非常的感谢他们 我们也出点棉薄之力 开着挖机一路填坑 让这条路更加平坦 顺畅 让旅途不再有坑坑 看到没有 这些货车司机他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经常跑这条路 他们知道这个路很烂 他们知道这个路烂 为什么还跑这个路呢 因为这里应该要近一点 兄弟们 我们过了那个村庄 现在爬到这个山里面来了 这个山里面的风景真的很优美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又有几个大坑 这个山坡路有坑真的是很难 很难走啊 开大车 像我们大车 爬这个坡 都是五六档往上爬 爬到这里有个大坑 然后一减档 又跑不起来了 然后前面有两个坑 这里有两个坑 我们把它填一下 慢一点 你们都跑到这儿来了 你们那个也走到这条路 三十七是不是堵路是吧 我们就是堵路 我们就走到里面了 刚才那个车 重庆的一个车 一个粉丝吧 我们到三十八来的时候 碰到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 又在路上碰到了 满掉了枪 这个能去吗 啊 这个能去吗 我们就是来填一下嘛 可以填吗 啊 就是我们大车往上面走 五六档上来 然后一上来又坑 又又是一二档走 我们说干脆填一下 最深的就是这个坑 你们这个坑 看到 这个坑起码有 十五公分左右的一个深度 十五公分的一个深度 你看这个坑好大 看到没 我们把挖机坑下来填一填 这几个大坑的边上有一些渣子 我们就把这些渣子挖到这个坑里面 然后再用斗给它拍一拍 这个坑就填好了 这填了之后车子就好过了 好好好 这一路过来啊 我们都没有看到放管 我们就泡一碗泡面 先应付一下 没泡熟 这个水真的不烫啊 不烫 温温的 还是面都是硬的 好了兄弟们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后面我们遇到了 比前面更大更深的水坑 下一个视频 看我们如何把这些水坑 给它恢复好 青春没有说假 挖机拖到拉萨 兄弟们 自从我们打算跑318进藏以来 从我们出发到现在 都没有碰到一个好天气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康敬城 打算晚上在康敬城 看一下情歌广场 看一下夜景 但是我们一刚到 这个天就下起了雨 就没有看成 然后就打算第二天爬折德山 但是折德山又在下雨 我们就简单的打了个卡 就直接往前走 一直走到雅江 到了雅江 今天我们打算爬天路十八弯 但是没想到早上出门的时候 天又在下雨 我真的是遇得到 我就不信 这一路上就遇不到一个好天气 我们就一直往上面爬 昨天我们爬折德山的时候 就有点担心 这个板车 这么高的海拔 爬爬着上来 会不会和人一样高缓 好在人和车子 在关键时候没有掉链子 一口气就爬上来了 今天爬的这个天路十八弯 和昨天的折德山 都是四千米左右的海拔 全程我们用的六档爬上来的 但是中途不能减油 一减油的话 又要从头开始 但是你想加一档啊 也不行 所以我们全程就是六档爬上来的 到了这个天路十八弯的打卡点 我们还是把车子停下来 在这里打个卡 你还别说 在这个位置打卡天路十八弯 还真的是对驾位置 要是天气晴朗 效果会更好 打完卡后 我们继续往前面赶路 直到我们快到礼堂 这个天才慢慢放晴 到了礼堂天空之门 我们必须停下来打个卡 这也是出行几天来 遇到的第一个好天气 打完卡后 我们往礼堂方向出发 这期间我们会经过 毛腰大草原和姊妹府 毛腰大草原这一段 建议开车的时候 稍微开慢一点 边开车边欣赏路边的美景 到了姊妹府这一段 本来打算也下来打个卡 但是两个关键台都站满了人 停车的地方啊 我们这个车子又大了 停不进去 然后打算在前面 找个比较宽的地方 我们飞无人机过来航拍一下 但是没想到 无人机在这里 只能飞三十多米 也没法拍 我们就直接出发 去巴塘 在巴塘修整一晚上 明天我们就可以去 盲康 正式的进入藏区了 不好意思 我愿意esh 到下山了 希望你帮助 也可以到帮助 可以到�를